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問緊情Rennis 歡迎回到我們AI科技快信系列 我會定期和大家分享最新的AI動態 包括AI公司的新聞 工具新版本的功能和實測 白皮書和一些有趣的AI新聞 所以大家記得Like、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不要忘記在下面留言給我一些支持和建議 除了快信之外 我的頻道還會有很多和AI有關的教學、介紹和評測等等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好了 我們首先講一些和AI有關的公司新聞 今天我們第一個要講的就是Elon Musk的XAI公司 他們最近籌集到60億美元 來計劃建設一個有10萬個NVIDIA GPU驅動的巨型工廠 而這個工廠將會用來研發和生產高效能的AI系統 有望成為OpenAI的有力競爭對手 而XAI都希望可以通過這個工廠 大規模地提升AI系統的運算能力 同時都可以降低成本 令到AI技術可以更加廣泛地應用在不同行業 而這個消息對於AI界來說 真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XAI可能真的會帶到更多的創新和進步 大家都應該對Elon Musk都有些信心 另外這間工廠將會設置在美國的德州 預計將會創造成千上萬個就業機會 並且可以推動當地經濟發展 NVIDIA的GPU一直都是生成式AI系統的核心 包括OpenAI、Runway和Mid Journey都是用它們的 而今次XAI和NVIDIA的合作 將會進一步可以鞏固NVIDIA在AI市場的領導地位 而對於Elon Musk而言 這個計劃亦是他對AI發展的一大步驟 他就說希望可以通過XAI 推動全球AI技術進步 另外一個重大的新聞就是Meta和Google 正在尋求電影工作室的訓練數據 令到他們可以更加方便 去訓練他們的AI視頻有關的模型 而Warner都可能會將部分資料授權給這兩間公司 而Disney和Netflix就明確表示 他們是不會提供他們的資料 當然如果說數據來說 電影工作室一定是擁有最多高質量的視頻數據的地方 而這些數據可以幫到AI模型更好 更加勁地去學習 去生成一些很逼真的視頻內容 而Meta和Google都希望可以通過和電影工作室的合作 就可以獲得更加多樣化的數據訓練 從而提升AI模型的準確度 對於我們用戶來說 這個合作就意味著 將來可以看到一些更加真實的 和高質量的AI生成視頻 無論是娛樂、教育、商業領域 都會帶來更多的應用場景 但這個合作都引發了一些 關於數據、私隱和版權的討論 而一些電影工作室的數據 往往都包含大量的敏感訊息、私隱 又或者是一些版權的東西 如果不好好地做一些保護的措施 可能會導致數據的洩漏 又或者是版權的糾紛等等 所以Meta和Google真的需要在合作的過程中 確保數據安全和遵守相關的法律 才可以保障雙方的利益 所以都明白為何Netflix和Disney 一夜就已經拒絕了合作 因為始終這件事暫時還有一個挺有爭議性的議題 好了 Nike最近就開始研究他們自己的AI模型 這個模型可以幫他們的設計師 根據他們的客人喜好 以及性格、風格、編號等等的數據 用AI技術去設計一些Custommade的定制鞋款 而設計師亦都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進行進一步調整 然後就做Mod-up和生產等等 而這個技術不僅可以提高設計效率 還令到鞋款式更多樣化 而另外Nike還計劃將這個技術 應用在其他產品設計上 例如運動服、配件等等 通過新程式的AI技術 Nike可以更好滿足用戶的個性化需求 提升產品市場競爭力 而對於消費者來說 這個技術亦都意味著 可以擁有更多有獨特 又可以定制客製化的產品 體驗不到更好的服務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Nike粉絲 就真的要留意一下 最近有關AI公司發展的新聞 真的特別多 當然了 AI科技時代剛剛才開始 一定是每間公司都會跳進來玩買一份 而中國的AI團隊 近來都公佈了一個叫做可靈的模型 它是可以用文字生成影片的模型 它的質素是直接被人指為 會成為OpenAI的SORA對標競爭對手 看來的質素都真的不錯 不過跟SORA一樣 暫時都只是一個邀請測試 和發佈Demo的階段 未公開給大家用得 而有得用的時候 都應該要有大陸手機號碼才可以用到 所以未來就看看有沒有緣分可以測試一下 期待著SORA和可靈都出了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一較高 看完一些還要等下才會成真的新聞之後 我們看看一些AI工具的update 有玩開AI生成音樂的朋友 一定有玩過Zuno 在ZunoVersion 4出來之前 Zuno最近推出了3.5版本的early access 至於你是付費的用戶 你就可以用到 以往Version 3的時候 你只可以生成2分鐘的音樂 現在3.5就可以生成4分鐘的音樂 而質量都更加高 而實用程度就會更加多 除了時長和品質之外 3.5都引入了更多的音樂風格和編曲選項 令對創作者可以更靈活地創造出 符合自己風格的音樂作品 用法都非常簡單 跟以前一樣 只需要用簡單的提示詞 就可以生成完整的歌曲 例如音樂風格 情感表達 甚至乎是你配合歌詞 Suno可以根據這些信息 去生成一首讀一無二的歌曲 不需要有很深厚的音樂知識 都可以做到一首歌 而如果你本身是一個音樂人 就更加可以令你的專業 更上一層流感上添化 而且這個工具 還支援多種語言 無論你是用英文中文 還是其他語言的歌曲 Suno都可以很輕鬆地做到 而另外Suno也發佈了一個展示 是未來會有的功能 可以讓你用你生活中 錄到的一些聲音 作為一個參考 然後它就會用AI0造成音樂 我們一起看看這個展示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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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 CREA最近推出了一個新的AI視頻模特兒 可以讓你用AI的技術 將靜態的圖片轉換成動態的視頻 它就不是我們所說的 就叫做image to video 它不是的 它是讓用戶上載幾張圖片 而在圖片和圖片之間 它會生成一個過度的效果 令到兩張相片好像在動 是很流暢地動 而用戶只需要輸入簡單的提示詞 AI就可以自動生成 符合預期效果的視頻內容 不如我們一起來玩 我們進去CREA這個網站 進去之後我們就可以按 Video Generation 進去就有一個 Video Editing的版面 這個就是它的Demo 我之前在Mid Journey 生成了三張不同的相片 這裡有一張 兩張和三張 我就嘗試把這三張圖 把它變成一條影片 我只要在這裡 就會看到有個Add Keyframe的按鈕 我按了它 我把我的相片全部上載 這裡有一張 然後在這個位置兩張 第二張就是這張 再在大概 這裡有一個時間的 這個位置左右 我就第三張 下面我要打一個Prom 其實就是形容那張相片的Prom 其實我就用回 剛才在Mid Journey的Prom 就可以了 另外這裡 它也可以讓我們選擇 不同它們自己的自訂風格 暫時只有四個 Film、Render、Animation和Experimental 我這個風格 我猜Experimental應該會比較適合 我們就嘗試它會變成怎樣 Generate 它就將我由這張相片 演變成這張相片 再演變成這張相片 當然那個Framing 應該不會轉移得很好 它就只能將人放在中間 然後就根據那個人的樣子 這樣去置中去變 因為我本身就想著 如果有三個不同的島 這個就是一個Wideshot的女生在左邊 然後就變成Close-up 然後再變成會不會 它會不會幫我變一旋轉 然後就變回Wideshot 會不會這樣做呢 原來也不會 所以它就是這樣變 剛剛也試了 用這個Film的方式 這個Preset 去Rand多一次 它又有一點點不同 起碼那個女生的面向 它真的幫我做回每一張圖的方向 所以真的要大家去探索一下 去怎樣玩 所以如果大家用這個工具 可以怎樣用呢 尤其是如果是Film 那些的話 如果大家在生成同一個人 可能它只是這裡拍照 再這裡拍照 的話 它就會可以連成一個這樣的動作 就變成一條片 也可以是這樣用 所以發揮你的創意 想想你們可以怎樣用 好 喜歡拍照的朋友 不知道你有沒有用 Adobe的Lightroom Lightroom最近推出了一個新的AI功能 它可以移除圖像中不需要的元素 例如你只需要選擇你想移除的區域 然後按生成這個按鈕 就可以很快速地清除你不想要的東西 而一直以來 Lightroom主要都是幫我們 執照的顏色 光暗 燈光等等 如果你要執走一些不要的東西的話 就真的去Photoshop 而今次Lightroom 今次加入了一個輕量的執照工具 完全是令到執照過程 更加方便 無論是相片的路人 背景的雜物 還是其他干擾的元素 這個AI工具 都可以自動的識別 然後幫你移除了它 它還可以幫你補回一些 移除之後的空白區域 令到圖片更加漂亮 大家就會擔心 會不會生成之後 那些RAW data會全混合 它就不會 它依然都會保持到原始質量 不會因為移除了元素 而影響到整體效果 這個功能雖然暫時還是Early Access的階段 不是每個用戶都可以用 但對於專業攝影師和設計師來說 模擬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工具 而對於非專業普通用戶來說 這個工具 亦都可以令到圖片編輯更加簡單易用 不需要專業技能 亦都可以很輕鬆地執照 好了 現在我們講一下近來值得期待的白皮書研究 首先 有一個研究白皮書 就介紹了Mirror Gaussian的技術 這個技術可以實時地生成很高質素的鏡射效果 而對於3D model和動畫製作是非常之大幫助 在傳統的鏡射效果來說 通常都要花大量的計算、資源和時間 因為他們的運作和畫面其他物件非常之不一樣 而真實就越難做 而這個Mirror Gaussian的技術 就是通過一種創新的algorithm 大幅度提升了反射效果 即是鏡像的生成速度 同時都保證了畫面的質量 以這個技術 每秒是可以Render150幅畫面 都真的驚人一下 你看一下他們的demo 無論如何動畫面的畫面 真實程度都是超真、超級真實的 一直以來在遊戲開發、電影製作、建築設計 VR、AR等等 你要做一個很完美的鏡射效果 變相等於提升了畫面的真實感 所以未來你用Mirror Gaussian的技術 開發者就可以更加高效地創建出超級真實的畫面 同時都可以令到我們用戶體驗更加提升 現在我們就講一下一些和AI有關的有趣新聞 Nirolink最近展示了他們一個很厲害的技術 而這個技術可以幫助癱瘓的患者 通過意念去控制他們的電腦 令到可以重新獲得一定程度的行動能力 而這個技術對醫療行業是一個超級有突破性的進展 因為它不單止可以幫助癱瘓的患者 還可以應用在其他需要腦機接口技術的領域裏面 而Nirolink這個技術 是會通過一個微型的晶片 直入患者的大腦裏面 然後通過無線的信號 將大腦的指令傳送回去電腦或者其他設備裏面 而這個技術之前在動物的實驗中 已經是有一個非常好的成果 而最近在人體的試驗裏面 都有一個非常良好效果 就好像今天我們講的故事 癱瘓患者通過這個技術 可以重新控制自己的電腦 甚至乎進行一些基本的日常操作 是超級大地改善了他的生活質素 而未來Nirolink都希望 可以進一步完善這個技術 令到它可以應用在更多的醫療領域 例如治療腦部疾病 恢復視力和聽力等等 而對於全球數以百萬計的癱瘓患者 和其他需要幫助的人來說 這個技術無疑是帶來了一個新的希望 而影片描述欄下 我都post了這位使用患者訪問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看 以上就是我今次為大家帶來的AI資訊 大家如果有哪方面的AI資訊想我講一下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給我告訴我 而如果大家對我的AI線下實體課程有興趣的話 可以click影片描述欄的連結 來聽下我的免費線下課程講座 了解一下AI可以幫到你做甚麼 和了解我的AI和多媒體課程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最新的科技資訊 下次見 拜拜